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就是 就是第一个选项 以Vlog为主的是占了很大很大的部分 它不是一半罢了喔 是很大部分 所以我觉得也是好啦 因为日后啊 可能我再看回我现在拍的这些Vlog的影片 我觉得很感激我现在有把这一切美好的事物都记录下来 当然 像之前我拍的那种类型的影片 有时候还是会偶尔更新一下 但是我想要讲的就是 大部分会是以日常生活Vlog影片为主 因为我觉得接下来我的生活 会越来越忙 也越来越充实 越来越精彩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找了一些 找了工作室 OK 找了办公室 Office 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筹备一些装修的工作 至于那个Office 那个办公室里面是做什么的话呢 我日后会再跟大家宣布 所以现在也不方便宣布太多 对 就是这样子 OK 给你们看看 这个就是我们的Office的那个 这叫什么 平面图 平面图 对对对 蓝图 所以 这些啊 都是Office的蓝图 Office的蓝图 还有很多张啦 OK 刚刚我们就在了 Cherry跟Jasmine来这一带这一边 他们做除毛 然后 现在在等着他们的过程中 然后我们也知道 Anson草尼玛他就在这一带工作 所以现在没有事情做 所以现在没有事情做 我们就绕过去那一边 找一找草尼玛聊聊天啦 然后这一带这边前面有一个香辣锅 你们看到吗 这一个香辣锅 就是 第一间让我着迷 重庆麻辣干锅 这一个失误的地方 就是好人 好人是第一个人 带我来吃这一间麻辣香锅 一吃过后 从此 我就跌进香锅的那个洞里面 永远出不来了 所以我现在看到麻辣香锅 这个东西 我整个会无法自拔 然后整个心情会非常的兴奋 所以今天竟然来到这一带 我就少不了吃香锅 这个午餐了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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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一杯 Motte 哈? 来一杯Motte 要等啊?等很久应该啊 等很久啊 okok 我看得出 这样多人应该是要等很久一下 ok 现在 我们终于来吃到 这个 很久没有吃的麻辣香锅 可是我们叫太辣了 我们以前可以吃中辣种 可是现在叫中辣种嘛 吃到整个很辛苦 应该是我们老 对 是我们老啦 不是 但是我们吃它很强 我们叫特辣 特辣 特辣物人哦 真的上线 加辣椒 看那个辣椒 我闻到 是啊 那个辣椒的量很懒 可是 我们现在吃好 很辣 ok 我们现在来到了 我们接下来的 office 的位置 我们要最后一次的 再确认一下这个office 然后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要sign agreement 然后就要给定金了啦 所以现在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的office 大概长什么样子 可是是空的啦 因为目前还没有进行装修 哇 这个就是我们的office啦 很大的空间 这边目前是空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需要找装修师傅 过来这边把我们装修 厕所 很大的空间 目前来讲 以我们的工作 这个空间是绝对足够的 这个是office外面的风景 面对大马路 风生水起啊 ok 因为刚刚看了一间 然后我们现在想要再看同一排的另外一间 ok 然后看看两间的感觉 我们会比较prefer哪里一间 然后我们就签 agreement 所以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个step 就是装修跟选家师的工作啦 然后这个它多了一个这样子的门喔 然后大致上是跟该看的是一样的 跟刚才那一间是一样的啦 ok 我们现在看完了该第二间 我们现在又回到去刚才的第一间 因为第一间是没有人租过 所以它整体都很干净 然后是全新的 然后我们该去的那个第二间的话叻 是之前有人租过 然后它的地板 之前还有装修过 现在拆掉 所以地板有那些粘粘的东西 也有一些硬啊 所以如果要租第二间的话 就要花一笔钱去弄那个地板 等一下看起来干净一点 所以我们的选择 还又回到了第一间 我们现在又回到了 刚才一开始看的第一间 这边明显是干净了很多 因为这边是没有 之前是没有租客租过 所以这个可以讲是全新的 然后它的地上啊 是完全是干净的 也不用什么花钱在弄地上那边 这一个的话 那是什么呢 我看一下 哦 这是一个逃生门 OK 逃生门 然后厕所在那边 所以这边会做一个厨房 然后这边可能会隔 隔出来 然后这边是sore room放货的 老板签名老板 签到很浪费的 在这样子签 没有坐姿 老板把装子来 这样子很有纪念价值 这样子签 这个是仪式感 仪式感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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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们现在来到了W Hotel 这边吃我们的晚餐 我们今天来这边的叫Yen Dipsum Brunch Yen Dipsum Brunch 今天我是为了这个木冰而来 对对对 真的很好吃 我们现在坐下来这个餐厅这边 给你们看看这边的环境 这里是夜景 然后很高贵 优雅的环境 食物真的非常好吃 真的是非常推荐 这里其实是比较多是我们华人的那种中餐 中餐的产品 这里很多 刚刚我讲的就是这个黄金烤鸭 这个黄金 黄金片皮鸭 然后价钱是228元一只 真的是非常好吃 OK 黄金烤鸭上座啦 那一个就是黄金烤鸭 看到吗 各位 虽然有点圆啊 放个吧 哇 哇 可以开始了 OK 这个烤鸭呢 他们就会把它切成这样子一片一片的 然后上面这个是它的鸭皮 真的真的非常好吃 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可以来这边 try 一下这个黄金烤鸭 OK 今天是第二天 然后我们现在的行程是要去 Pavilion 去KL Pavilion 然后是要去买一点衣服啊 那些就是for 因为我们接下来会有新的office 所以我觉得 衣服就需要买多几件 就是for去办公司的一些装扮这样子啦 因为总不能够好像 平时拍影片这样子就穿T恤短裤嘛 因为去公司 去自己的office 毕竟是需要一点 庄重 庄重 对 庄重 所以我们今天就去Pavilion 去买一些 呃 比较体面的一些衣服 然后我的老板娘 工作 拱到外面来 她在赶工 她的业配 OK 我们现在就到了Pavilion Pavilion 然后我们现在在Bansega 小明就买一双拖鞋 他买了这双拖鞋 对 她打算以后穿这双拖鞋去office 你们就 她其实很喜欢那件衣服 你们快点鼓励她去买啦 你上那一件 这一件 这一件 我觉得很好看啊 真的很好看 这个简单 这个design 哇 你们不要看好像只有一个logo这样 对 看一下后面 色很漂亮 其实这种叫简单 对 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在这边 差不多了 对啊 可是 最8件有的 在这一边 之前我又买这一件叻 是因为 这一个design 它是跟这个Wolf Food Program有合作 就是support by Balenciaga这样 然后那时候好像是讲 买这个E的价钱 不懂多少% 它会捐给这个43机构 然后那时候买这件E是2000多块 所以不懂捐多少% 千多千多 千多 然后它不懂捐多少%去这个机构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啦 对 真的很有意思 哇 可以耶 这件可以 这件可以 哇 终于找到没有收金箱了 对 它找了很久 很难得找到一件工具的尺寸 你直接不是要找找不到 你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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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饭 今天晚餐是还可以烤的 OK 食物来了 我朋友很满意 很满意 因为这个酱料Cherry調的 对 Cherry調的 跟小明非常满意 非常满意 这个叫臭骨排辣酱 很有味道 很有味道 有人敢买吗 而且真的很老实 真的很老实 刚刚我们从海底捞里面走出来 然后他叻 就突然间有一个idea 他就是 因为海底捞他们有一个意思 每次有人生日的时候 他们会整班一起唱 你知道吗 他们会整班一起唱生日歌 然后那个生日的人就 就会很尴尬 所以他就有一个idea 就是等一下我们 要假装 要假装 要假装做一个假神 对 因为小明刚才讲很尴尬 很尴尬 所以我们要做完一个假神日 给他 收下我祖祖 我每个人只要 发展着小龙 我和来小明 让我把这段来 祝福你好运的花 来 千万千万独 年轻人 小明年 一二一一 都想吹 哪吼做活动 我们小明星要下来 祝福你先考虑 一二三 一二三 和他轮托 说拜拜 一和他轮托 一和他轮托 我爱它 亲爱的亲爱的上这快乐 祝福永远 幸福永远 生日快乐 謝謝 生日快樂 及早祝你生日快樂 現在我們在討論著我們office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格局要大概走怎樣的 pattern 所以現在有在算著 大概需要做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還需要拉電啊 做地板啊 然後還需要買一些駕駛 一些桌子椅子 還有工人的桌子椅子 還有買幾架冷氣 然後還要買水機 還要做廚房的東西 很多啊 很多找不浪漫的東西要搞 所以我們現在在預算著 要用多久的時間才能夠完成這個office ok啦 所以今天這個vlog就 記錄到這邊結束 我也是第一次試過這樣子 三天的一些生活 生活碎片 累積成一部影片 然後出成一個vlog 這樣子給你們看 我覺得 這樣子的形式我感覺很舒服啦 就是我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都記錄下來 然後跟你們分享生活這樣子 接下來也會有很多很多 我覺得我接下來的時間會更加的充實 會更加慢 會更加累 因為office才剛剛開始嘛 才剛剛開始拿了鎖匙 然後 然後鎖匙接下來還要搞很多裝修的東西 然後還要搞一些 生意制度上的東西 然後還要解決一些 解決一些 解決一些貨源的問題 所以很多東西要搞 然後我也會把接下來 我所有忙的東西都記錄成vlog 來跟你們分享 所以希望你們也喜歡這樣子的影片啦 ok所以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拜拜 我們下次見